鄧小媽 Seddy 隨著槍聲響起因疫情停辦了兩屆的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聯合運動會 在1月30日和31日這兩天捲韜重來 2月6夜教教中學聯合運動會歷史由9 今年新加入教堆大家城的兩間中學 馬利諾十庫教學校和大學中學 連同新加入這兩間 總共29間教區中學 大約1700位運動員齊集在將軍澳運動場 競逐男女子組七十幾項賽事的獎項及獎盃 這次賽事由彩虹村天主教英文中學 和西貢崇禎天主教學校中學部聯合主辦 在開幕禮上帶領其他學校的運動員進場 所有的儀式都是為了傳達這屆運動會的主題 對上一次的運動會已經是2018年了 師生對這次運動會有什麼看法呢? 對上我參加時是1位的時候 本身是一個師弟 現在變成一個大師兄 中一進來那一年就開始停辦 這麼多年去到中四都沒玩過教區 我就很緊張 但也很開心可以一起和其他學校 強的學校一起去切磋 名次我覺得在這一刻不是最重要 因為始終過往幾年都停了 都想最後一年可以有機會在活動場團發揮多次 他們的心情既興奮又雀躍 也很緊張 因為他們都很想做到好成績 因為其實真的這麼久都沒有參加教區運動會 這麼有效一起去進行比賽 因為停了太久沒有訓練 所以他們需要 take up 的時間比較長一點 都是主要不要受傷 因為其實學界都不是很久之後就會舉行 今次教區的比賽 可以看成是他們一個學界賽之前的一個準備的比賽 學界在二月尾三月頭 其實我們最大目標可能都是學界 今次教區運動會是被我們一個當人熱身的 兩天的賽事一共擦身二十二項大會紀錄 余振強紀念中學就勇奪 男子甲組和丙組的團體冠軍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就獲得 男子粵組的團體冠軍 而女子組就由德蘭中學狼括甲 月丙三組的團體冠軍 戰績標炳 謝謝